2010年11月份前后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的街头 处处呈现出一派热闹与繁忙的景象 一场以水为主题的文化节 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 东莞市沙田镇为举办首届水文化节 已经投入了数百万元的资金 发动了全镇各领域民众积极参与其中 为何一个城市会以水为主题 举办如此规模的文化节 生活在这里的民众 又与水有着怎样的关系 东莞沙田的淡水湖边 夜色出上雾气朦胧 月儿的旋律在珊瑚之间回荡 在这个以自然造化为石景的舞台上 本届水文化节的重头戏 大型水上石景演出 拉开了水文化节的序幕 现代化的灯光下 一桌特殊民族服饰的演员 在漫水的舞台上翩翩起舞 以此告诉现场的观众 这是一场关于一个特殊族群的文化盛宴 把水文化这一部分和表演这部分把它融合在一起 它更能够上东反映出 当家基本那种生活的那种情景以后来 差差都是因为他们原来是就是这样生活了 也就是这样商场劳动的 因为他那种商场生活方式和水 是亡情走在一起的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 位于东江南之流和狮子羊的交汇处 河冲纵横交错 江海和湖汇聚 形成了一个美丽的水乡 就在这缓缓的流水间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无数个曾经以洲籍为家 以捕鱼为生 漂泊于海上的淡家人 逐渐在此畏聚 形成了一个中国淡家文化 最为集中于典型的区域 沙田的淡家人 可以说是最早的领男人 他整个船都是很小 在水面下 漂流的时候打雨的时候 好像个鸡蛋那样 那个鸡蛋船 人家说他是把水上的渔民 说成淡家人 独特生活方式 造就了淡家人 不同于其他族群的民俗文化 演出现场 正在进行着一场 别开声念的水上婚礼表演 热闹的场面 奇特的水上迎亲方式 让现场的观众感受着水上人家的热情 与浪漫 而在本届水文化节期间 一场由一百对新人参加的真实的水上集体婚礼 将在稍后举行 沙田镇及周边的许多年轻人 被这独特的婚礼仪式所吸引 踊跃地报名参加 第一就是感觉很新鲜 你为什么没接触过吗 可以说没听过 是来到这里才第一次听到 然后第二是可以重温一下我先生 因为他是淡家人嘛 重温一下他们等于是这里本地的文化了 泛海福州以周旗为家的淡家人 似乎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一种浪漫 而又新奇的生活方式 然而在千百年来的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生活方式其实并不意味着浪漫 而是无处不在的艰辛与苦涩 新郎梁卓雄是沙田地道的淡家人 但是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 他对淡家人传统的水上生活方式 知之甚少 生活在沙田镇先锋村的周旗 今年已年纪七十五岁 一九六八年才开始上岸定居 人生当中的五十多年的时光 是在船上度过的 作为沙田老一辈的淡家人 周旗夫妻二人对那世的生活记忆有心 一辈的淡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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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米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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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一辈的淡家人 就是这样 拿鱼 睡觉 洗衣服 还有饰饭 都是在船上 全年六月 三百六日 都是小船头 拍摊 去捡摆 去捡摆 那些烂财 来捕饭 在温头 借头棍 干借 那些沙棘 借头棍 借头棍 还有那些烂财 那些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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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渔船 曾经承载着淡家人 整个家庭的梦想 与希望 漂泊在水上的渔船 就如同蛋壳般的脆弱 大风大浪之中 一家人的命运 也许瞬间 就会发生改变 空山门 颇风来了 我们要齐心血力 保卫我们的家园 有啊 有危险啊 打个刮个 搬最少的 我们啊 那张棚被他吹了下水 几几夜了 在那十来一山啊 你看这个渔民呢 每个小孩都有个 牧的俘虏 第一 小孩子 不像我们大人知道 什么危险不危险 也许呢 他可能有时候爬到 未必掉下去 也许他这样呢 虽然他少不起他 但是 他当爹当妈的 还容易找着他 把他捞上来 这个小孩子一出生的 必须有的 但家人这种异常艰难的生活 对于梁卓雄这一代人来说 显得是如此的遥远 与陌生 其实那不过是发生在他上一代人身上的事情 人们只能感叹 这个时代发展变化的太快 返回家中 梁卓雄带回了一些 准备在典礼过程中使用的道具 对于这些看似平常 却又有些奇怪的物品 两个人也说不清楚他们的用途与含义 这个剪刀是有什么用的 这个剪刀呢 他要来做裁缝用的 因为我们当家人呢 经常要跑到外面去捕鱼 就很少上岸的 这个用来裁剪布做衣服 这个蜡烛呢 蜡烛具体的含义呢 我都不是很懂 几件简单的陪嫁品 寄托着但家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愿 但在异常艰苦的水上生活中 这样的陪嫁物也是极为奢侈的 其分呢 由他们的歌说的嘛 人家家里的红皮绒 这人家姑娘结婚 还有一个大箱子 我们结婚呢 只有个季龙 为什么一个季龙呢 大家后面的船后面啊 那姑娘没有结婚的话 终于都发 男的没有结婚呢 就后面一盆草 那男的看着女的 那个船上有盆草 就自己靠他了 可以跳到 漂泊的生活 与卑微的社会地位 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还有了些许的改变 但民被允许上岸种田 孩子可以进学堂读书 而真正稳定的生活 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 1961年 在原本没有田地的沙田 政府组织 旦家人大规模的 维海造田 沙田 旦家人也由此过上了 稳定的陆地生活 也揭开了这个小城 开发建设的 新的历史篇章 开幕式的现场 水面上回荡起 旦家人的传统民谣 《咸水歌》 四处漂泊的旦家渔民 没有一个安定的住所 放声歌唱成为了 他们唯一的消遣方式 通俗而又易扬顿挫的曲调 结合贴近生活的歌词 《咸水歌》如同一部史书 记录着旦家人的生活与情感 1941年出生的黄锦玉 是沙田镇宜州村土生土长的旦家人 唱了一辈子 《咸水歌》的黄锦玉认为 《咸水歌》记录着旦家人 水上生活的点点滴滴 《咸水歌》有百多年历史 心心体会到 他都是描写我们 但家人的生活习惯 风俗习惯 你说他情歌 他有好他的 不如说大海选 那女孩 白果得落床下带 丢带马郎 忘乎怪 被有十九孩 以前都已经高了 小孩 肯定不要很赌钱 不要做拼门 不要做贪圆 也都要去 今年六十五岁的陈绍荣 她的一生都与《咸水歌》息息相关 在她童年的记忆中 父亲对于《咸水歌》的执着令她印象深刻 出于兴趣 陈绍荣的父亲陈岳诚 在闲暇时间抄写《咸水歌》 整理成书 没想到 这样的手抄本 却在淡家的人群中大受欢迎 很多人来家里找她的父亲买书 一本书就可以换来六十斤的稻股 在那个精神生活异常单调的年代 《咸水歌》的手抄本 成为了淡家人人人都想拥有的一本歌书 陈绍荣也不知道父亲究竟抄了多少本 如今她的手中也只留下了一本 虽然年代久远破旧不堪 却饱含着老人童年的珍贵记忆 也承载着那个时代 淡家人对《咸水歌》的执着与热爱 《咸水歌》就体现了我们沙田 大家一种风俗 名利比较淡薄 是吧 二世无产的人 都是去河边海边生活 即是说你其实高一点就拿一条衣大一点 我其实低呢 拿一条沙的 全部是公有的嘛 随着时代的变迁 新思潮的涌入 《咸水歌》在曾经繁华一时 如歌者之国的沙田 也日趋落寞 曾经在街头巷尾都能听到的飘摇的咸水歌声 在今天已显有着传承 《咸水歌》面临失传的危险 为此黄静玉依靠自己掌握的音乐知识 做起了为《咸水歌》谱曲与歌词整理的工作 我见到人家唱过节 我初时是不懂音乐的 其实呢 什么都是 七个字的道理 没发生了 为什么《咸水歌》 只将《咸水歌》 我就 初时 搞《咸水歌》 我就提示 我《咸水歌》 可以《咸水歌》 可以《咸水歌》 可以伴舞 在黄静玉等一批淡家人的努力之下 2008年 淡家的《咸水歌》 终于被列入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黄静玉作为传承人之一 依然坚持做着《咸水歌》的整理工作 他执着的希望 能在有生之年 看到《咸水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之中 《咸水歌》 躺着海浪去颠簸 若你回到 留下云重来 听见哈地 是变地好金河 哦 天之座呀 从此不再见 天子的唱歌 仰望着海浪去 水文化节拍幕是石井演出的现场 东人心魄的锣鼓与呐喊 将晚会推向了高潮 龙舟划破水面 以惊人的速度飞驰而过 船桨积极的浪花 与队员的高昂气势 向人们讲述着沙田旦家人 在新时代里演绎的辉煌 其实上我们沙田的人啊 同人家参加比赛也好 班人家什么是挖龙船也好 成绩非常好 所以当时我们沙田啊 有一个威震啊 这个东江南基流的啊 一个一个一个阵 天生的水上优势 令沙田的淡家人在帮别人 滑龙舟时已经威震东江 如果作建一支自己的龙舟队 进行系统的训练 会取得怎样的成绩 当时作为沙田龙舟队的领队兼教练 梁满堂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龙舟队有一天 会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比赛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看着手里这些照片 让这三位龙舟队员的思绪 回到了12年前的1998年 那时正值青春的他们 代表沙田参加了一个 又一个的龙舟比赛 但真正让他们记忆深刻的 就是这场在香港举办的 国际龙舟大赛 对手就是加拿大嘛 加拿大因为那个时候呢 在上海他用哪个连组 这些的哪个冠军 哪个队呢 就是奥运冠军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这支来自东莞沙田的 农民龙舟队伍 却最终战胜了 加拿大的奥运冠军队伍 赢得了那场比赛 我们启用一个杀手锏 就是被饿死的爬法 就是站起来的 不站起来的挂舞 就是挂去这个场 那之前还没有任何一支 那之前还没有任何一支农舟队 在国际比赛上使用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划法 就是这样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贵卧式划法 让那一年的沙田龙舟队成为一匹横空出世的黑马 到最后差不多一百米左右吧 一百米冲去那个时候 然后老师都好像 老师说就是要站起来了 刚才最后又比了 不管死就死了 这是不到一秒吧 一秒大概按照我们比赛的成绩来说 一秒差不多四米 最好我说了一个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土八路 打赢金贵金 良好的身体素质 集合但家人对水与船的天生敏感 使得沙田龙舟队在一系列的比赛中横空出世 而辉煌与船棋绝不仅限于男人身上 复理都是靠这个爬船来搞运输的 所以对水的熟性比较好 所以你坐在那个船上 就是很好像你自己去路上走一样比较稳 就加上自己的有一点的体力 劳动长度比较大 他的体力好 二十六名半家女做成了沙田的第一支女子龙舟队 在两晚堂的带领下 也就训练了短短的两个月 就作为中国国家队乘上飞机 前往英国的诺丁汉 参加第三届世界龙舟锦标赛 这个是英国的冠冠 这个呢 我年龄三十 八岁 全都是妈妈队 全都是妈妈队 全部都是妈妈队 第一次出个比赛 语言又不通 我当时都很紧张 真的 人又高大 我们要这样去忙 人又很高的 不是很多 我只是很矮 虽然有心理压力 但妈妈队的女队员们 还是很认真的训练 外国选手 对这支打着赤脚训练的队伍 诧异不一 她们哪有是干田的时候 哪有穿鞋干田的 她根本上不怕 哪里那个杆呢 剪的很很厚的 她到一段时间用这个刀啊 劈劈劈了一成出来的 这样劈劈的 怕什么呢 她问我是 你为什么不穿鞋 我就不用说 我是秘密武器 就是这样一支 来自东莞沙田的妈妈队 外国人眼中奇怪的娘子军 一举夺得女子二百五十米 八百米 一千米 总共三项冠军士 国外媒体 纷纷围住了总教练梁满堂 问他获胜的诀窍 梁满堂神秘的卖了个官司 这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站起来一站起来夸 又把他们拿 又拿到这个第一 三个比赛上目 又乱国全部冠军回来 中国的龙州队 在一群沙田淡家农民的手中 一时创造了轰动世界的传奇 淡家人的坚韧与顽强 更是在龙州竞技中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水上集体婚礼如期举行 一大早 一百位新郎分别登上了精心装扮好的婚船 集体出发去迎娶新养 婚船行驶在沙田河冲之中 新人们一路体验着从未经历过的婚礼仪式 仿佛间时间倒退 新与旧 传统与现代 就在这短短的距离间穿梭 随着沙田开发建设的进一步深入 沙田也迎来了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一步 原本的水上人家 即将被政府统一安置到正在建设的新区之中 传统的水上生活就要彻底消逝 这场规模宏大的文化节更像是旦家人对自己过往生活的集体缅怀 他们执着的希望 无论生活方式怎样改变 旦家的文化 旦家的传统能够尽可能的得到保留 并在这片他们深深热爱的土地之上 铸造新时代的辉煌 两千多年前的将军墓葬 令人惊叹的青铜重器 尘管之下 却不见墓处人的尸海 艰难探寻 能否揭开古墓的真相 敬请收看 走遍中国 追寻逝去的古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